苦了运没了 他得设法博得大家的欢心 同时呢 还得不要显出过度的活跃来 省得惹人家说他没心没肺 他最关切丈夫的病了 但是还要使爷爷跟婆母 不感到冷淡 他看不上瑞丰的行动 可是不敢开口说他 大家还都穿着热笑 不能由他挑着头吵架半嘴啊 丧事办得很简单 可是几乎多花去了一辈的钱 婚丧事的预算呢 那永远是靠不住的 零钱好像没有限制 而瑞丰的给大家买好烟 好酒好茶 给大家雇车添菜 叫着无限制的零用钱 成了随意的挥霍了 瑞轩服了债 齐家一向没有多少积蓄 可是向来不付债的 其老人永远不准大家 奢益惊叹 或者是欠人家一块钱 瑞轩不敢告诉祖父 到底一共花了多少钱 偏有太太知道 可也不敢在长子病着的时候 多说多问 云梅知道一切 而且觉得责无庞贷的 需要他马上紧缩 虽然多由油盐酱醋里 节省一文半文的 无济于事 可是到底表现了他的责任心了 但是他手这么一紧 就容易招大家的不满 特别是瑞丰 他的那个烟酒零用钱 那是不能嫌少的 减少了他会吵会闹 使老人们交心 云梅的大眼睛 已经不那么水灵了 而是里里光光的 像走迷了路那样 云梅和婆母商议 好不好他老人家搬到老三的屋里来 而把南屋租出去呢 月间好收入两个租钱 房子现在不好找 即使南屋又暗又冷 也会马上租出去 而且租价呢 还不会很低 天佑太太愿意怎么办 瑞轩呢也不反对 这可是伤了其老人的心 在当初 他质买这所房子的时候 因为人口少 本来是有邻居的 但是那个时候 他的眼是看着将来的 他准知道 一旦人口添加了 他就会把这个邻居撵了走 而由自己的儿孙 完全站满了全院的房屋 那时候 他是一棵正往高大里生长的树 他算得到啊 不久他那个枝叶就会扑展开 现在的儿子死了 马上又要往外租房 他看明白了 这是自己的枝叶凋零了 哎呀 怎么不死了呢 他问自己 为什么不趁着全息全影的时候死了呢 还必得等着自己的屋子 招呼别人 虽然这么难过 可是老人并没有坚决的反对 在这慌乱的年月 个人的意见 有什么用处呢 但韩真泪告诉了李四爷 有合适的人家 你分心给招呼一下 那两间南方 李老人答应给绑码 并且嘱咐老友啊 千万不要声张 因为消息一传出 马上就会有日本人搬来 北平 已然增多了二十万日本人了 他们见缝就算 说不定啊 不久会把北平人挤走一大半 是啊 日本人呢 已经开始在瓶子门外 巴黎庄建设新北平 好叫北平人去住 而把城里的房子 拥给日本人 日本人似乎拿定了北平了 永远不再放手了 当天呢 李四爷就给了回话 有一家刚由城外迁来的人 一对中年夫妇 带着两个孩子 愿意来住 齐老人要先看看族客 他小心啊 不肯把屋子随便租给 不三不四的人 李四爷很快地 把他们带来了 这家姓孟 从西园到西山 他们有不少的田地 日本人呢 在西园修飞机场 占去了他们许多墓地 而在靠近西山的那些田产 既找不着人去耕种呢 又要照常纳税完粮 所以呢 他们决定放弃了土地 而到城里躲一躲 孟先生人很老成 也相当的精明 举止动作有点像长儿爷 孟太太呢 是掉了一个门牙的 相当结实的中年夫人 看样子也不会不老实 两个孩子都是男的 一个十五 一个十二 长得虎头虎脑的 挺足壮 齐老人 一见那个孟先生 有点像长儿爷 马上点了头 并且拉不断扯不断地 对客人讲说长儿爷的一切 孟先生虽然不晓得长儿爷是谁 可也顺口搭音地 述说自己的委屈 患难呢 使人心容易碰到一块去 发出同情来 齐老人很快地和孟先生成了朋友了 虽然如此 他可是没忘了主告孟先生 他是爱体面 爱清洁的人 孟先生听出了老人的弦外之音了 立刻保证啊 他必不许孩子们糟蹋院子 而且他们全家呢 都老实勤俭 连一个不三不四的朋友也没有 第二天 孟家搬进来了 齐老人虽然相当满意他的房客呀 可是不由的 更思念了去世的儿子 在院里啊 看着孟家出来进去的搬东西 老人低声地说 天佑啊 天佑 你回来可别走错屋子 你那南方租出去了 马老太太穿着干净的衣服 很腼腆地来看齐老人 他不是喜欢转门子的人 老人猜到他必定是有要事相商 天佑太太呢 也赶紧过来陪着说话 虽然都是近邻 可是一来彼此不大常来往 二来因为日本人闹得 每家都一本难念的经啊 所以偶尔相见 这话就特别的多 大家谈了好大半天 把心中的委屈呢 都多少倾倒出了一些 马老太太这才说到了正题 但来征求齐老人的意见 假如长顺儿真和小崔太太结婚 招大家耻笑不着 齐老人那是全胡同里最年高有得的人 假如他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指摘 马老太太就敢放着胆子去办了 齐老人遇见了难题了 他几乎无从开口了 假如他表示反对 那就是破坏人家的婚姻 所以说得好啊 应差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呢 反之他要是表示同意吧 谁知道这门婚事是急还是凶呢 第一 小崔太太是个寡妇 这就很不吉祥啊 第二 他比长顺儿的岁数大 也似乎不敬妥当 第三 即使他们决定结婚 也并不能解决一切啊 这大石包那笔钱该怎么办呢 老人的小眼睛几乎都闭眼了 他决定不了什么 说话就得负责 他不能乱说 想来想去 他只想起来说 哎呦 这脸眼儿 什么都没法玩 偏要太太也想不出主意来了 他把瑞轩叫过来了 瑞轩的病好了一点 可是脸色还很不好看 把事情听明白了 他马上想到 一个炸弹 把大尺包告一坨 这群狗男女全炸粉碎 但是 他接受了这句最痛快 最简洁 最有时效的话 假如他自己不敢去扔炸弹 他就不能希望 马老太太或者长顺去 他知道 只有炸弹可以解决一切 可也知道 即使炸弹就在手边 他 马老太太 长顺都不敢去扔 他自己下过狱 他的父亲被日本人给逼得投了河 他可是表示了什么了 他只是吐了血了 给父亲打了坑了 和借了钱给父亲办了丧事了 而没敢驱动仇人的一根寒毛 他只知道照着传统的办法 尽了做儿子的责任 而不敢正眼地看 那祸患的根源 他的教育 历史 文化 只叫他去敷衍 去低头 去豪用处地牺牲自己 而把报仇血恨当作太冒险 和过分激烈的事情 沉默了好久 他勉强地 把难堪与羞愧 像压抑口 要喷出的热血似的压下去 而后 用他那惯用的柔和的预调说 据我看 妈妈太太 这件婚事倒是没有人耻笑 你 长顺 小崔太太都是正经人 不会招出闲言闲语来 难处全在 他们俩结了婚 就给官家很大很大的刺激 说不定 他们会用尽心机来捣乱的 是啊 对 官家什么事都辣 就是不辣人事 齐老人弹着气 可是 要不这么办吧 小崔太太马上就辩称 哎 马老太太的嘴跟他的衣服一样的干净 不肯说一个不好听的字 看着这个 看着那个 他失去了平日的安静跟沉稳 屋里没了声了 好像死亡的影子轻轻地走进来了 刚交过五点 天很短 已经有点像黄昏了 马老太太正要告辞 瑞丰满头大汗 像被鬼追着似的跑进来了 顾不得招呼任何人 他一下坐在椅子上张着嘴 急急地喘着气 大家不约儿童地问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瑞丰只是摆着手 说不上话来 大家这才看明白了 他那个小干脸上碰清了好几块 袍子的后肩扯了一十多长 那个大口子 今天 是一阵游艺会的第一天 西单牌楼的一家剧场 演游戏 戏码相当的硬 道第三 是文若霞的奇双会 压咒呢 是招地儿的红蓝席 大咒是明觉会串 大西黄庄 只有红蓝席软一点 招地儿呢 既长得美 又是第一次登台 而且细部很长 大家呢 也就不十分苛求 冠家忙的是天翻地覆啊 行头是招地儿的男朋友 孝敬给他的 招地儿试了四五次 改了五次 叫来了一位裁缝在家中 专伺候着他 一坨呢 忙着解头呢 忙着找来书头与化妆的专家 大翅包忙着给女儿征集鲜花篮 大翅包必须要对八对花篮啊 在女儿将要出台帘的时候 一起献上去 冠小河更忙了 忙着给女儿找北平城内 最好的大姑佬 大罗小罗 又忙着叫来新闻记者 给招地儿找化妆的 跟便衣的相片 以便呢 事前和当日 登陆在报纸上 与杂志上 此外啊 他还得写诗散文 好交给蓝东阳 分派到各报纸 出招地儿 女士特刊 他觉得自己很有些天才 可是喝了多少杯的 农茶跟咖啡啊 他还是一个字写不出来 他只好是请了一桌的课啊 把他认为有文艺天才的人们 越来带他写文章 咱们的确有文采 当时就写出了 有娇小玲珑 小鸟一人 和歌喉清转 一串立珠 做功不温不火 这样句子的文字了 蓝东阳呢 是义镇游卫会的总干事 所以忙得很 只能抽空跑来 向大家咧咧嘴 胖橘子啊 倒常在这儿 可是呢 胖的懒得动一动了 只带大家忙得 稍好一点的时间 提议打几圈牌 同方紧跟着招地儿 老给小姐拿着大衣 生怕他受了凉 丢了嗓子 同方还抓了矿出去 跟钱先生碰头商议 戏票在前三天 依然卖光 十字的第四五牌 全留给了日本人 一二三牌 跟小池子 全被招地儿的 与若霞的朋友们 给定义 黑票的价钱 比原件高了三到五倍 若霞的朋友们 看他在招地儿 前面出台 心中不平 打算在招地儿一出来 就都退席 给他个难堪 招地儿的那群 由头滑面的小鬼 听到这个消息呀 也准备拼命的 给若霞喊道好 作为抵抗 幸而 关小和得到了风声了 赶快约了双方的头脑 由若霞跟招地儿 亲自出来招待 还请了一位日本 无赖出席镇压 才把这个事情说妥喽 大家握了手了 停止了战争 瑞丰呢 无论怎么样 也要看上这个热闹啊 他有当特务的朋友 而特务 必在开戏之前 布满了剧场 因为有许多的日本人 要来看戏 瑞丰就在午前十点呢 到戏园的外边 就去等了 他的嘴巴张着 心跳得很快 两个眼睛东张西望 见到一个朋友 就三步改做两步的迎上去 呦 老姚 带我进去 待一会儿 又迎上另一个人 哎呦 老陈 别忘了我呗 这样对十来个人 打过招呼 他还不放心 来东瞧瞧西看看 预备着再多托付即位 离开落还早呢 他可是不肯离开那儿 倒仿佛怕这个戏园子会忽然搬家似的 慢慢的 他看到检票的军警戏乡来了 他那个心跳得更快了 嘴张得更大了 他又去多朋友 朋友们没好气的说 放心 拉不下你 走得很啊 你忙什么呢 锐风 锐风张着嘴 嘻嘻两声 觉得自己有进去的把握 又怕朋友是敷衍他 他几乎想要求他们 马上带他进去 就是看一两个钟头的光板凳 也无所不可 进去了 那才是进去了 在门外头 到底就不保险呢 可是他没好意思开口 怕逼急了他们 反眉不眉 他买了块烤白鼠 面对着戏园子嚼着 看一眼白鼠 看一眼戏园子 恨不能一口啊 把这个戏园子给吞下去 按照规矩说 他还在校期里呢 不应当来看戏 可是为了看戏 他连命都肯牺牲 何况那点老规矩呢 到了十一点多钟 他差不多要急疯了 拉住了一位朋友啊 央告着非马上进去不可 他已然说不上整句的话了 而只有嘴里边 蹦出一两个字来 他那个额头上的青筋 都鼓出来了 鼻子上出着汗 手心发凉 朋友告诉他 哎 可没坐啊 他啊啊两声 表示愿意立着 他进去了 坐在顶好的座位上 看着空的台 空的园子 心里边非常的舒坦 他闭上了嘴 嘴里有一股甜水 老催出他微笑 他笑了 好容易好容易 台上才打通了 他随着第一声的鼓 又张开了嘴 而且把脖子都伸出去 聚精会神的 看台上怎么打鼓 怎么敲锣 他身子随着锣鼓点在动 心中浪荡的一点甜美的 有节奏的愉快 又待了半天 天官赐福上场了 他那个脖子更伸得长了 正看得入神呢 他被人家叫起来了 票到了 他眼睛看着戏台 改换了座位 待了一会儿啊 票又到了 他又换了座位 他丝毫没觉得难堪 因为全副的注意 都在台上呢 仿佛已经沉醉了 改换了不知道多少座位 到了齐双会快上场 他稍微觉出来 他说站着呢 他不怕站着 他已经问了 吃力的是他自己的腿了 他的嘴张得更大了 往往被烟呛得咳嗽一声 他才用嘴啊 润色他一下 不怕 那么多了 他从来 他从来 是有些大試 都无编锁 有些人 在一起 tales 是有些事 有些事 有些事 rotational的变化 接下来 忍了 就是行 所以 这是